大家好,我现在在云南省德宏 歹族井河族自日中盲室 正打算骑个小车去大小金塔 大家参观一下 顺便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 这儿的楼建的金碧辉煌的 这个顶盖也都像是香了黄金 道路两旁都是热带雨林的树种 经过了菩提寺 哇,这里面也是金碧辉煌的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寺庙 在路上就已经看到金塔 梦幻金塔 标志性的入口 门口还看到了大金像 周围都是茂密的丛林 还看到了野猪的雕像 这是老鹰 前面就是金塔的游客中心了 还有房车都停在道路两旁 身后就是梦幻大金塔 花35块买张门票从这进去了 这两边都是餐厅 热带水果 梦幻大金塔就在雷牙让的山顶上 金光灿灿的闪闪发光 这座塔不仅是中国第一金佛塔 也是亚洲第一的空心佛塔 雄伟壮观 更显神圣 也是芒式的标志性建筑 沿着台阶一路往上爬 哇 这还是金龙的 大金塔欢迎您从这买票 爬上来了 看到对面还有一座银塔 均在山顶上 进来了 这座大金塔的高度76米 基座直径50米 里面是八角四门空心佛塔 一共分为三层 先看一下周围 这有一根大金柱子 四周还有角楼 就像来到了卡林塔 直接进去 这是南门 进店请拖鞋 不能大声喧哗 我先把鞋放在旁边 顺时针走一圈 来到北门 但是鞋没过来 先看看后面啥样 可以看到城市的夜景 这是金鸟 转到金卡的西门 转到了金卡的西门 这里还有望远镜 站在山顶上 就可以看整个盲市的全景 德宏盲市的国际机场 就在我手指的方向 看这儿的房子建的密密麻麻的 下面还有一个奇幻森林的植物园 叫真奇园 我住的地方 是在那里 刚好看到了一架飞机 经过这里 要降落 歹族的古镇 在另一个方向 晚上吃饭 就去那边吃 晚上金塔的光芒四射 北门这里 看到了老虎 不知道这个塔顶能不能登上去 还可以换上这种少数民族的服饰 在金塔这里摄影 这个玻璃还挺厚的 是天空之镜 穿着红色的衣服在这拍照 对着大金塔 还挺漂亮的 再看一下 这下面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植物 都是热带植物 通往塔顶的入口 在这儿 但是门被封住了 上不去 对面的金柱 是什么柱 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这里的环境太美了 夜晚 城市的灯光亮了起来 大楼顶的灯光 金灿灿的 对面的山头上 可以看到银毯 晚上回到了大门口这里 拍照的人更多了 这下面是银塔景色 灯光没有金塔那边亮 从大金塔下来 现在到达了 戴祖古镇 戴祖古镇的大门入口 这儿打造的金碧辉煌的 对面是一个王宫 经过了游乐场 在这儿吃个椰子 就选中这个了 15一个 泰国的香水 味道不错 现在到达了 芒市 是戴祖古镇的一个广场上 广场这边骑马的人 这打造了一条曼谷风情街 这里还有一个魔幻的迷宫 有一个机器人 对面是什么塔呀 直接进夜市里面 衣服挺好看的 价格也不贵 这是酒吧 在这家品尝一下 当地的菠萝炒饭 菠萝饭加泰国的甜椰汁 这是黄瓜 西红柿 柠檬 里面真的有菠萝呀 还有虾仁呢 好喝 吃完晚饭 走在星光街上 从小胡同窜出 回住的地方 晚上回到房间 房门关好 正好规划一下 明天去哪 是继续待在芒市 还是前往下一座城市 林仓 普尔 西双版大